你看到六港天佑宮美鳥媽祖行為現役 四百萬年的立宿 除了是電影的信用中心 在名道館 觀光客也很愛來這裡拜拜求平安 廟來沒條、九條也還有彩虧 都真有文化價值 自本是關於五十 經過兩黨的心意 總算是在這條文化部指定 生計為各典五十 地點在六港設定的中心 六港天佑宮四百萬年以來現役上心 每天都很多堅持信仰 來跟這個高市高兄的台電營館祈求平安 六港天佑宮能夠再次升格為國定估計 除了要感謝媽祖婆的保佑 也感謝非常多人的關心與支持 同時也要感謝我們前縣長衛門府先生 以及我們先任縣長王惠梅小學 和我們前局長陳文斌先生大力的奔走 能夠讓我們六港天佑宮在這次升格為國定估計這麼順利 那麼在去年文化部部長 政部長也專程來到六港天佑宮來現場勘察 對我們六港天佑宮這幾百年的老廟非常贊許與肯定 整間廟按身蓋、舊雕、脈雕、丁頂四位、丁尾丁頂 都是真正的文化財丁 但是六港天佑宮的財丁 一直到今年的十個車才比領頂 來為國定估計 大木構、木雕、還有我們的石雕 不外乎就是在二手人想的一些大事 像李煥梅、施坤玉、郭欣銀、蔣欣 這些大師的創作作品 這麼多人來 來自海內外 這麼多人 信眾來到天佑宮參觀 對我們的一些不管彩繪、石雕、木雕、大木構 這種創作都非常的贊許 而且因為馬祖國的庇佑 長年煙火、香火不斷 這次能夠再次的升格 為國人鼓勤 只要感謝大家的幫忙 經過將近二年的調查 研究到生意 中生通過也有六港天佑宮 這是新委中法官第七位 國定國籍 主委中委董表示 未來會更加努力 用心來維吼 讓各社會更加實際 六港天佑宮 多謝花新聞 林貴英 六港財宏報道